重阳禁老礼金的最佳预算在临时动议当中也被提出讨论 一位表示县政府三月份做的决策 经过五月定期会、六月二零会、七月三零会 议员认为27案件打包成一个追加紧预算当中 送对议会来审议几次开会 如果县政府有诚意要发放Jerry禁老金 完全可以在这几次会议单独送进议会讨论 但不应该甩锅给议会 县委员胡仁顺、杨华美议员 等人针对重阳禁老金一事 向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提出质疑 在9月第四次的临时会 遭到议会退回的112年度 第一次追加检预算中 其中包括了花莲县政府112年 新增年满65岁至84岁的长者每人600元 重阳禁老金发放的对象 总计有55979人可领 那但是5月、6月、7月 本会都有临时会以及定期大会 没有看到贵处县府把这个单独的提案 单独送进议会来审议 而是到了8月底、9月初的会议 才打包式的进来 连同20几案 这比3000多万 将近6万人的老人福利新增的政策 没有看到提前准备 你们有很多的提前准备在你们的行政程序上 但是你们没有提前让议会知道你们要追加这笔预算 追加这笔预算在27案当中打包进来 里面错误连篇 因此在程序会的时候 请贵会 我们没有列入到大会 请你们要重新修正后送进来 你们送进来的时候是9月23号 我们的会议早就结束了 所以才会进入到这一次的提案 但是重阳节也已经过了 这次提案现在已经10月底了 重阳节已经过了 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任何处理的措施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提早准备的事情 你可以提早在5、6、7月 既然你三月就修定办法了 你去年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规划 今年突然间有这个规划 要大力多65岁到84岁你想要给钱 可以啊 你去年没有规划 所以你没有放到去年的预算 你今年忽然间想到了 你想要做这件事 没有问题啊 但是你想到了之后 你可不可以在5、6、7月的会议当中 提进花莲县议会呢 没有 你把它打包进去 9月的会议 9月的会议 可能不是因为你的提案有问题 而是因为其他处事的提案有点问题 所以没有排到大会议程 那这个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 而你们却说卡在议会 这种你完全去脉络化 然后缩短这个过程 然后扰乱民众的心意 这件事情 要议会来整体承担吗 是这样吗 有道理吗 那这个部分呢 我那天在程序会已经有向议长 还有各位议员来道歉 就是说收到这个议会的追加预算和的退回函的时候 并没有及时的来通知各公所说 65岁到84岁有关于花莲县政府的重阳截礼金案暂停作业 这是我个人要提出道歉的地方 那各公所的部分呢 他们自己各公所自有裁员的部分 仍然持续的按照他们既定的既成来发放 也是一样有那个汇款转账跟现金发放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老人家会期待说 这个钱为什么按照通知书上面的时间去领 是领不到的 那当时各公所当然跟我们一样都被骂翻了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只能尽量向老人家来说明 那以我们承办科还有行政作业人员的部分 绝对没有所谓的甩锅给议会 说这个预算就在议会里面 那我们绝对没有这样讲 社会处长陈家傅就表示 当时在追加预算 无法进入第四次临时会议程时 为及时的通知县内各乡镇停止作业 的确是行政上的疏失 社会处长陈家傅今天就在议场上 向县议员以及县内的长者郑重的道歉 并强调绝对没有将相关的责任甩锅给议会 记者林杰花林寺采访报道